进出中组部 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 严淮 播讲 夏秋年 第六章 第五节 在康华公司大展手脚的一年 下 我在康华龙生公司的作为 入主龙生公司后 经过调查研究 我发现问题多多 机构设置不尽合理 好合并 人员关系太复杂 难处理 正是买卖好做 伙计难搭 康华总公司初始的八个二级公司 其他七个都是专业公司 又有部长级领导 主管把关 非专业的关系人员很难进入 于是大批皇亲国妻 涌向综合性及无专业的龙生公司 谭维时和王副总都是面词心善的主 各级领导各种关系的推荐 来者难拒 结果不足百人的公司 绝大多数人都是关系户 干部子弟过半 我决定壮士断腕 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 在题为进行企业整顿 推行利润承包实行优化组合工作计时的 1988年8月13日的龙生简报中有如下记载 龙生由于机构设置欠合理 责任制度没落实 职工积极性未发挥 精神状态不振作 截止6月底上有4万赤字 7月继续恶化 严总7月28日向总公司贾鸿生副总裁 汇报企业整顿的设想 随后召开公司本部大会宣布整改措施 一、撤销所有行政处事 合并为经理部 精简机关人员充实业务一线 二、重新任命各业务部经理 官兵互挑双向选择 实行优化组合 三、明确业务部经理的责、权、利 责、完成部内平均每人月利润2万元的责任 权、拥有对计划内资金的使用权 和属下的任免聘用和辞退权 资金分配权 例、完成承包利润后 可得平均奖金的2至3倍 四、8月起取消每人30元的月奖 即5个月少发150元 年底完成利润者发300元 超额部分提奖10% 未完成者奖金递减 完成任务不足60%者 调至人才公司代业 五、经理部管理人员 在保证为一线服务好的前提下 年底拿业务人员平均奖的90% 包括总经理 8月初 龙升召开各分公司会议 通报公司本部整顿精神 各分公司都分别主动承担几十万元的利润任务 预计今年龙升将大幅度超额完成总利润指针 我这个改革开放后的企业老总 与15年前文革中的厂长金飞锡笔鸟枪换炮了 同样是恩威病师 手中挥舞的胡萝卜与大棒都现代化了 公司制度合理 员工利益驱使 使龙升公司上下其心 经过80天的努力 立竿见影 初见成效 转亏为盈 纯利润近50万元 1988年10月 我向分管龙升的高阳文副董事长 因高是我在煤炭部的老部长 故被我请来分管我们 以及总公司的总裁们和各部门总经理汇报 龙升的成绩得到高阳文等领导的一致赞扬 并把龙升经验在康华的各二级公司推广 1988年10月中旬 我到福建省张州市东山县 考察当地的中台合资企业 东山岛是福建第二大岛 海滩为第一大岛 是大陆去台湾人员最多的一个县 1950年国军撤退时 一次就带走五千壮丁 加上过去赴台者 东山籍的在台乡亲有20多万人 现在东山县有台商及其眷属5万人 而30年前台商仅有寥寥数家 其中最大的是台湾的台域家具公司 台域公司以当时先进的中密度纤维版和PVC版 生产各种家具 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美元 是台湾三大家具厂之一 中方合作对象是福建吉昌公司 这是福建省二清系统的大公司 董事长是福建二清总公司总经理 副董事长是张州市和东山县的二清公司经理 台域以40%的资金 吉昌以60%的资金 合资在东山成立东正公司 生产各种家具 东正的一期工程已经完成 产品开始在国内销售 因中方吉昌后续资金紧张 急需外来投资 完成二期工程 形成规模生产 取得丰厚利润 龙生的张州分公司发现了该项目 认为前景极佳 向我汇报后 请我实地考察 最后拍板 我在北京对资料研究后 已看好它 在东山 经过几天认真仔细的调研和艰苦卓绝的谈判 我趁人之危 出小钱办大事 最后形成东正公司董事会纪要 中国康华龙生公司出资30% 我任东正董事长 龙生张州分公司经理 任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 这都是吉昌让出的 吉昌股份30% 任副董事长和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 代表台域的香港人仍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台湾工程师仍任分管技术的副总经理 董事会每季度一次 分别在北京 香港 张州和东山召开 这是我在龙生最大的投资 收益最好的项目 1989年夏季 在香港的董事会也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命轨迹 10月下旬 离开东山抵达张州 下午和晚上分别到姚前市长家和市委张书记家拜访 4日视察龙生张州分公司 告别晚宴 韩市长等领导参加 我中组部的前背景和康华的县背景 去五品州官家和请他们吃饭不是难事 县里对带中国字头的龙生公司与台湾的合资企业天然支持 不在话下 省里天高巡浮远管不着 县管的市里父母官一定要招呼到 我从北京带给他们的进口见面礼 若是现在根本拿不出手 而在当时就可观了 这就是中国特色 我也只能入乡随俗了 1988年冬 国家审计署对康华总公司和部分二级公司进行审计 嫡系的龙生公司当然首当其冲 审计署丁处长带领七人小组进驻我公司半个月 找人谈话清查账目 最终以无问题企业的结论而结案 半年后我辞国 对我个人严厉的财务审查仍无任何经济问题 两次审计和审查的清白 使我心安理得的在海内外安度后半生 1988年底 康华总公司进行技术支撑评定 我在煤炭部由技术员晋升为管理工程师 以超过可以晋升高级职称的五年期限 由于在干部管理方面的论注与实务 加之在龙生公司的企业管理业绩 我被晋升评定为高级管理工程师 这个虚名是康华在我人生轨迹上留下的唯一的有形痕迹 而在无形的认知领域 康华的一年则填补了我对经济腐败的无知 例如我们为了贷款 必须向银行请客送礼 进口英国凤头自行车 当时需要上牌照 公安局要进贡 销售紧俏的大彩电 报税时税务局验过拔毛等等 当时让我震惊 但与现在相比 真是小巫见大巫 顾不详述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